我们分手吧 反正也是假的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 你来决定 你想到什么时候分手的时候 提前通知我就行 想好了吗 嗯 嗯 我小心翼翼 掩饰介意 就是为了在你的世界 我可以 慢慢走起 我试图珍惜这段经历 尝试着又陌生 解释我与你的距离 我开始扮演着 有点陌生的自己 揣摩着 眼语背后 不真心的树立 我先转紧上掌握了 你查一下 看了一切的眼睛 可怜许多笑 依旧扮演不留我自己 你可不在乎你的自己 真心的树立 绝对 你不在乎你 你怎么这么着急找我 你忘了呀 今天去CTF的主办方开市场会呀 你的包都掉了 他捡起来 咱们可是打败了上百人 才入围前十的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我还没准备呢 你有没有看网易云啊 推荐广告都上了 我听说啊 韩商严也是 CTF的代言人 而且你看 你现在人气可是最高的 效率这么快 你没有跟他们提韩商严吧 当然没有 咱们两个还需要男人贴金吗 以后也别提了 我跟韩商严分手了 分手了 为什么 那天晚上 韩商严还松口说 松口说什么 他说 他跟你其实也不熟 也没见过几次面 非要问喜不喜欢你 说喜欢 也挺虚伪的 他说得对啊 是这样的 但是呢 他又说 慢慢出啊 感情总会有的 这男人真实在 难怪是我老公 喜欢这么多年的偶像 我给你点了一杯喝的 谢谢 不客气 那你们没有办法挽回了吗 我提到 他说得好 你提的 你说说你 你明明喜欢人家干吗要提分手啊 你这不是死要面子胡受罪吗 我提到他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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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 你明明喜欢人家干吗要提分手啊 你这不是死要面子胡受罪吗 不提不提分就分吧 爱情是让人心情愉悦的东西 不高兴啊 咱们就不要了 反正本来我也挺担心你的 这都不是事啊 你先吃点东西 等会儿啊 咱还要办正事呢 面包可大于爱情 女人自主才能活得更自信 是不是 干杯 干杯 这边 这边 你好 我们是来参加网易云音乐时长会的 请问二位是 这位是现代人气排行榜第一名的 游小于童年 我是排名第八的蜡蜡蜡蓝莓 请来给你签到一下 在这儿是吧 对 这次报名的人数一定很多 当然 好 稍等我一下 好 给你 谢谢 走吧 你好啊 獨楼 上次都没来得及跟你说什么谢谢 跟我说什么谢谢 小爱跟我说 说你陪她去游乐园玩 她那天特别开心 没有没有 那天我玩得也很开心哪 祝你们市场顺利 我们会的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童年 她就是传说中的獨楼嘛 哇 跟韩商业交往真不错 还能认识这么多职业圈的传奇人物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走吧要开始了 我是主办方的负责人向总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网易云业的歌手选拔 这次啊 我们要录一首主题曲给CTF 恭喜你们进入我们的十墙 首先呢 你们都非常地优秀 欢迎你们 接着呢 我希望你们做一架自我介绍 我们这次评分的项目有 音色 仪表 台风 还有临场反应 最后我们会从你们中间选出两位歌手 作为最终的试唱 由于我们还有一位评委堵在路上了 所以大家先稍作休息 做一下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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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位评委确定来不了他吗 要不我们就开始吧 他有告诉你他一定会来吗 他也没说他一定会来 可问题是现在所有人的手机都允许开玩 我们只能先开始 很荣幸这次能进入前十强 我很喜欢十年前解散的solo战队 我是一名单亲母亲 你妈妈别着急 儿子来了吗 评委你好 我叫张云云 我叫王哈哈 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笑 之前我有三百多斤 现在已经减到了一百多斤 哇 我能让我这么一场才遇到 如果离开你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我是童年 我很喜欢唱歌 并且 喜欢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我也希望他听完以后 我可以感到开心跟快乐 我觉得歌曲是传递感情最好的工具 我会把我满满的感情唱在歌声里面 即使他不喜欢我 我觉得也没办法强求 但是最起码我要尝试 我如果不付出的话 不去唱给他听的话 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喜欢他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了 我就练习旁金就好 不用记录我的分数 太好了 我们最后一位评委终于及时赶到了 在此我说明一下 这位是我们KK俱乐部的创始人 韩商严 将来呢 也会是我们CTF中国区的推广大使 同时呢 他也会跟我们今天选出的两位歌手 一起参加我们的粉丝见面会 老汗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好要选一首歌 请这位有脚于试唱 你觉得有什么适合的 你可以指定给他唱 好啊 就按他刚才说的 天花烂坠的方式唱一首 小毛驴吧 我又一头小毛驴 我从来也不起 突然有天心血来朝带他去干击 我手里拿着小皮片心里整的衣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 帅了一身泥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 我又一头小毛驴 我从来也不起 我又一头小毛驴 突然有天心血来朝带他去干击 我手里拿着小皮片心里整的衣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 帅了一身泥 我想请问一下 这首歌有什么想要 要来的感情吗 因为刚刚评委让我用 我之前说的 传递感情的方式唱这首歌曲 所以我就把小毛驴想象成是我的爱人 唱的这首歌 那你的小毛驴怎么样了 我的小毛驴不见了 对不起 大家的分数都已经出来了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这次入选试唱的 就是八号蓝梅 还有六号童年 老汗 你刚才知道的 你也听到童年唱歌了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 其实没什么意见 只是我们主题曲的风格 比较偏近于热血和清快 大家真的觉得 她的风格 适合我们的主题曲吗 这是综合评分的结果 我觉得她唱得不差呀 至少感动到我了 我开始慢慢喜欢她了 你觉得那首歌 我觉得童年的声音啊 非常的干净 像一个孩子 而且由童声 来诠释我们的主题曲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过老汗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是主题曲 我们要慎重 可是再怎么说也是公平正确 你看 童年确实是分数最高的 老汗 你刚才也不说了吗 你不给任何的意见 只是来旁听的 这不是你问我了吗 你问了我就答了 好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那么好 那么你未来好好配合童年 不过我什么时候 答应你来做这个推广大使了 我来当评委是基于我们俩的关系 你拜托我了我就来 今天我之所以迟到 是因为我有一个队员的出了车祸 我去医院确认他的伤势无误 所以才过来 耽误了一些时间 对于我的迟到我非常抱歉 那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们继续 老汗 话我不能这么说 老汗 老汗 还是阿妍出来了 谢谢 谢谢啊 恭喜你们啊 期待你们的表现 回去啊好好把哥给联手 放心吧 向总 我会的 下周六下午三点必须到 到时我会请孙总 王浩还有杠神韩商言 给你们把关一下 没问题吧 孙总 我没问题啊 你平时对社会人们照顾 我一定到 那个向总 我问一下 韩商言真的会来吗 当然了 他今天是忙有事先走了 等你们录完音 我请大家吃饭 互相认识一些 好 行 你们两个怎么走啊 我车在那边 要不要我送你们一程 不用不用了 那行 再见 拜拜 拜拜 那我们有事的电话再联系吧 好 辛苦了啊 谢谢孙总 拜拜 拜拜 孙总 拜拜 小鱼 你说这孙总和韩商言的性格 真是两极啊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韩商言 都怕怕的 她其实本人不是这样的 你说她下周会来吗 你说她下周会来吗 她在那边的声音旁 我觉得应该会吧 放心吧 再多等一周 就可以见到你帅气的韩商言了 到时候啊 咱们再逼问她怎么想的 最好不要耍什么 欲擒故纵的花招 走吧 那不是韩商言的车吗 来 佟姐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嗯 终于情感啊 好 嗯 嗯 嗯 决定了 站上这未明的远方 不需要必要 一七岁 明月好 安静静就好 当梦想 已经降临在这时角 好 好 当勇敢 没有尽头的揭晓 找荣耀你 童谦 怎么说呢 一点感情都没有 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老师 我能再来一遍吗 抱歉 要不然我们休息一下 我陪她进去顺一顺 怎么样 好的 来 我们休息一下 怎么了 我看你心神不宁的 你在期待她来啊 她不是都说了不需要她来 就肯定不会来了呀 你好好录一下嘛 你就想象着她有来 然后再看你表演 这会不好一点啊 那我出去你加油 好 加油 不好意思啊 都需要 怎么样 里面 要不然我们再练两遍 练习一下 还要练习 童谦大小姐 你以前录歌基本上都是三遍过 今天怎么了 真的没自信啊 那个 我陪她进去一起录一遍吧 也行 行吧 也行 听起来 那童谦 我们重新录一遍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好 准备好了没有 韩尚言 为什么你不出现呢 爱 dream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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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了 战胜着未明的远方 炫耀的 一七岁 明明好安静心就好 当梦想已经将 在一直睡觉 All right 让勇敢没有尽头的揭晓 将重要你坚定的 不我放走向前面 紧张梦念号召 一起冲荡 这天地的一切 快醒了难过 新的心跳 未来发生 黑暗大白 笔着心跳在意满 Let's just be the sun 随难买的画面都太帅 我们人生命闪耀 Let's just be the sun Yeah 一生最后的瞬战 顺利醒来 你快要 你好 麻烦问一下 门口那个贩卖机 是不是不能收纸币 是的 那我能跟你换一些硬币吗 换硬币 我这儿也没有多少 你要几个 一百个 一百个 小范 你有硬币吗 有啊 但是我只有三个 没事 你先拿来吧 好 我是前台 这儿突然来了一个人 要一百个硬币 大家谁现在有硬币的话 就拿下来凑一凑吧 来 都给我吧 你的呢 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我帮你数一下吧 没事 不用了 谢谢你 aupt了国家 好 谢谢 我 有点 哦 对 在家里面 我有点 一切 快越新的难关 新的心跳 谁来发转进黑暗打败 彼此心跳在意买 变成的感觉很明显 谁让满天光明都太帅 我们眼神里闪耀 变成的很不错 变成的感觉很明显 十分钟前面还很糟糕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换了一个 不错啊 回到你以前的状态了 谢谢老师 我就说吧 前面这样唱不早就完善了 我们那叫隐藏实力 辛苦了啊 大家来喝点果汁吧 向总这么客气 橙子买的 那谢谢搜罗哥了 这也不是我买的 这个是刚刚外面一帅哥 在前台找我换了一百个硬币 在果汁机上买的 谁啊 说是您朋友 长得还挺帅的 我朋友 管他谁买的 喝就吃了 来吧 优晓云 你快看 这字是不是他写的 还专门挑了一颗表白的品牌 等一下 你去哪儿 老汉这臭皮还没改 来来去去都不打声招呼 来来去去都不打声招呼 来来来来去去都不打声招呼 干吗 你老盯着人家看什么呢 我喜欢的类型 你说他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我该追啊 及时收手啊 干吗 一会儿有主了 友情提示 就这个姑娘你千万不能追 收手 保命 你不能再招呼 你别的 我说那你把柠檬折 你自己的柠檬折 这块儿你给我尝试了 首歌 这个柠檬是心装网 你们看吗 什么 それで 我去处理 这个项目是我们和交动大学实验室的几个精英共同完成的 交大那不是年年大学吗 好像是 我的孙媳妇跟你一样是人才啊 是高科技人才 您好像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那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 小白你这孩子从小都不撒谎的 快告诉爷爷那是为什么 您还是问我哥吧 我就问你 好像是有点本贴 但是具体的你肯定问我哥很清楚 早 早 早啊 起来了 还没烧啊 没烧了不烧了 大小 你赶紧到学校把年年接回来 接她干嘛呀 今天是她生日啊 但是身上没关我什么事 你是忘了还是从来没记过呀 她又没跟我说过 女朋友是要紧张一点 你知道吗 还是过年时候我帮你去相亲那天哪 我这拐弯抹角了 问她妈妈才问到的 这真真好意思吗 包括妈妈 你说什么 没什么呀 不 妈妈 对对对 我去问她妈妈呢 不 我去问你 你她妈妈呢 问她她才告诉我的 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让我踏踏实实吃火饭今天 你吃你的我会不会打扰你 让爷爷 也还真喜欢你这个小姑娘 你这个人呢 你看又可爱又老实 人很聪明 刚才我看那新闻报道 咱们大学的实验室 那可是国家重人的实验室啊 你说说 人家有你一点配不上你 我配不上她行了吧 你知道就好 坐坐坐坐坐坐坐 有人看上你啊 已经不容易了 有个那么好的女孩 看上你更不容易 你去不去接她 不去 你不听话是吗 她还在读书呢 天天接来接去合适吗 今天是周日啊 赶紧去 不去 你而不去 我今天不吃饭 现在靠绝食来威胁我 我明天也不吃 是 不吃饭还能得心脚痛呢 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我脾气啊 你信不信 臭小子 是不是又跟爷爷说什么了 没有啊 她也是决定是 我 我跟您接续 但前提条件是 她得跟我一起去 我 我 我听公司那位高言说 韩商妍好像有女朋友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这两天吧 童年 来一下 怎么了 你在忙吗 我在看他们自习呢 你今天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 什么事 我就知道你肯定忘了 能借一步说话吗 那你等一下 好 一会儿下课大家可以自行离开了 但是自习的时候一定要安静啊 童年 你今天准备干什么 今天啊 上次你请我们吃饭 说起你生日你记得吗 记得 就是今天啊 嗯 那你准备怎么庆祝啊 我 今天不是很想庆祝 他都又女朋友了 我还庆祝什么 庆祝我恢复单身 他成功配对吗 我还庆祝你 童年 我 快毕业了 恭喜你啊 童年 我 我帮你准备了礼物 所以我 我 我想 你 干吗丧着一张脸啊 没有 你欺负他了 我没有 我 我是他学长 我们一起参加 变成比赛 大哥 您别误会啊 大哥 ACM大赛 你知道ACM 是和那边那哥们一起比的吗 我 我记得他 我记得他 他 他也有参加过ACM比赛 我记得他跟 两个金头发的男孩在一块 他们全程说的还是英文 世界冠军 童谦 世界冠军 他就那个世界冠军的队长 世界冠军 输给他呢 不丢人 小伙子 要输得起 可以走了吗 我们去哪儿 和我们俩出去玩 九点之前把你送回来 拜拜 六辉 你怎么知道我在学校的 我问的蓝眉老公 他问的蓝眉 你的眼线还真多 你还获得过 ACM世界大赛的冠军呢 好说 看不出来挺厉害 以后别被你给欺负了 你怎么回家 一会儿我不跟你回家了 你车子借我吧 为什么不回去 第六感告诉我 先闪比就好了 我想问个问题 我们不是出去玩 是到你家玩什么 家里的老人想见你 迫于无奈 帮个忙 这样啊 我也挺喜欢见爷爷的 没问题 这个忙我肯定帮 至此一次 下不为例 这句话比较应该我说吗 那我们走了 拜拜 人帮你带到了 天心 好 来了来了 这 这忙不忙啊 还好 还好 没有那么忙 小白呢 偷跑了呀 偷 小白说 小白说有朋友 他去找朋友了 他什么时候有朋友了 这次的牛排外卖啊 是我第一次点的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不 不 这个蛋糕 是还是占颜买的 本来牛排啊 我家里做的 他说嫌麻烦 你还会煎牛排 一个人待久了 什么都会点 明明 你爷爷下里边 那就回某位了 估计这次回去 会很难再回国了 因为 坐这程度飞机嘛 老骨头受不了了 对了 对了 我听你父母说 你有孔飞 现在还有吗 孔飞 孔飞 我 我没有孔飞啊 我经常代表学校 出国参加比赛 经常坐飞机的 是吗 是吗 那就奇怪了 上次我跟你妈妈说 我说您有机会呢 到哪里去玩 还可以讲 韩商爷 倒出溜溜嘛 她说你 你是有位高 坐不了飞机 我妈可能觉得 我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 自己保护不了自己吧 她才说我有孔飞的 不过她肯定是跟所有人 都这样说的 那就好 那就好 生了很多麻烦 麻烦 因为考虑到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办你们的婚礼啊 婚礼 又没说要结婚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帮你相亲你又不愿意 有一个那么好的年年 你又不想结婚 到底想去干什么 到哪儿去啊 电话会议 你们慢慢吃 韩商爷 你给我回来 跟你说了 今天是年年生日啊 您 您 您别生气 我陪您吃吧 这 这个十几岁 只知道玩电脑 到现在老大不小了 还只知道玩电脑 不 不知道干点正经事 年年 我这孙子不争气 让你受委屈了 没有 爷爷 我一点委屈都没受 其实说实话 我还是挺喜欢 看他做这个的 你 你不要帮他说话了 他玩电脑玩了这么多年 我就担心这么多年 可是他呢 还在孝顺我 不敢停嘴 否则我这老头啊 照会变得气死了 爷爷 您可能误会他了 其实他不是在玩 那是正经比赛 他在为国争光呢 这 这我知道 小白跟他两个 爷爷让我跟他说这个 说他们是教练 是职业选手 是正规的 可是我知道啊 他们想安慰我 他们没有再安慰您 这都是真的 爷爷 我觉得 这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努力的结果 爷爷 您知道吗 十多年前 他接触CTF的时候 当时啊 国内大环境非常艰难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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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也没有人工智能这词啊 所以爷爷也佩服你啊 谢谢爷爷 其实这社会越繁荣 新的产物 现在行列就越来越多 你们这段年轻人呢 真是很幸福 连换在十几二十年前 这社会啊 这包容就没那么大 不会让你们年轻人 有那么多 使自己的爱好去选择 是啊 我爸妈也经常这么说呢 爷爷 您看啊 您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从您的内心深处 已经了解他了 为什么您还总是骂他呢 我啊 是老喽 有些事情呢 他都想得开 可是一生气啊 我就会发脾气 就发他的脾气 可是发完脾气又后悔 我会想尽办法去理解他 因为他是我的孙子 可是如果你的父母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他 那就会为难你们 您毕竟啊 你们早晚要谈婚嫁的问题的 爷爷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您先吃点东西吧 不不不不 那天呢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的父母亲呢 不怠慢也还上烟 是吧 他们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呢 没提过最好 好 其实啊 我这孙子呢 毛病了很多 不过他优点呢 也不少 要长时间接触之后 才能知道的 我知道 爷爷 其实我早就说过 我觉得韩商业哪儿都好 好好好 爷爷 今天是您生日 爷爷开开心心哦 我特别开心 今天 你是想说 生日能够跟韩商业在一起 就特别开心 来来来 快吃 快吃 你爷爷爷 您也是 我敬你一杯 谢谢爷爷 我敬你 过去两年零三个月 赢过 输过 笑过 哭过 被质疑 被绯闻 被非议 被黑幕 从未编辑 不须编辑 你 不须编辑 你 今夜华院中反场 功成名碎 漫无荒唐 不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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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哎呀 好了 爷爷 那您先休息 我就在客厅 您有事就叫我 又不知道人用招 你去找韩商言玩 等等 你看 他给我准备好这个 你看 一按 他都听见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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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您把窗链拉上 别阳光再晒着您 行 爷爷那我先走了 好 爷 怎么了 没 没有啊 爷爷在睡午觉 那刚才那个铃 爷爷示范给我看的 没事 那 我们 要不去院子坐会儿 我 窃窃水吧 好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芒果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除了知道我叫韩商言 除了知道我叫韩商言 还知道这个 其实我知道的挺少的 我就看过你的公开比赛视频 还有采访视频 其他的没有 韩商言生日二月十四号 生于挪威 十八岁选择的中国国籍 做过几年职业的 CTF选手 获得过的名次和奖项 在网上都能查到 两年后退役 读了几年大学 专业是工业设计 毕业后 在挪威成立了KK俱乐部 我是第一投资人 也是这家俱乐部的 老板之一 KK拆打成立之后 常住国内 这些我都知道啊 网上都有 我性格孤僻 我虽然知道CTF是一个代码的事件 可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里 我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耐心平静 我不喜欢吃青椒 茄子 可我喜欢吃糖 每当我心情烦躁 想要骂人的时候 我就塞一颗疼到自己的嘴巴里 让自己不要说话 我很讨厌守约束 被限制的感觉 因此我不喜欢和我爷爷吵架 我其他总是喜欢 替我决定未来 我也信那些 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眼光 看待CTF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 那班孩子是有梦想的 他们努力学习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 去闯刀未来 我说的是不太多的 不会啊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如此详细的介绍 就连百度百科 都不可能有的资料 就这么从他口里 一句句地说出来 告诉我 好像在说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童年 这算是正式的自我介绍了 别把我当成网上说的什么英雄 我不是 知道吗 那你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骂人呢 我刚刚看你吃了块汤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不是什么君子 脾气很差 身世风度完全没有 不喜欢浪漫 连约会的时间也没有 我的整个生活 就只有KK 就只有我的那些队员 很单调 没消遣 没旅游 没度假 更讨厌应酬 甚至连休息日 节日 年假 都没有 所以 所以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想分手吗 想 想还是不想 没想要怎么回答 还是说要再考虑考虑 我不想 我不想分手 我不想分手 那就不分 之前做的不好的地方 多担待 就这么着吧 先接触接触 你觉得呢 好 其实我这个人挺不靠谱的 总跟朋友 接触久了你就会发现 没什么值得喜欢的 我先借个回忆电话 你借 你借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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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 好 继续 他们已经结合了两个球队 好 赢了 老板 你知道我们在中国 开始继续续续续续吗 接下来 有两个球队 你们先进去 我还在听 好 还有两个球队 谈大的联盟 他们又合并在一起 不过我对EFK的对抗 因为他们的赞助商 影响到他们解散了 我爱的海洋 那些强烈的 能够活着 有什么都要抱歉 你总盯着我看什么呀 没事 没事 你忙你的 暴力我 老板 你还在闭上 老板 相信我 我不懂中国 如果我都能听到 我知道你跟着有女孩 尴尬 青蛙就 虞 虞 你当我们什么呀 你别忘了我还会讲中文 嗓嗨为哪个女的我都干呀 我跟你说 我们开会还有个女生在啊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你的行为 好不好 讨厌 对不起 我不错 我女朋友在这里 她在怒气 我勾她来给她 一秒钟 我进去等你 你聊你聊 不打扰你 好甜蜜啊 废什么话 开会 老韩 说实话 我有点担心你 担心什么 忘了你给你的股东 答应了什么吗 要是今年 中国没法拿到冠军的话 那就直接解散了 我说过吗 和谁说过 什么时候说过 我没跟你开玩笑 很严肃地跟你在讲 你是对我太没有信心了 还是对SB太有信心了 不是 老韩 不是说我对你没有信心 要是你自己要打的话 我百分之一百相信你 但问题是你已经退役了 你无法代替五个小孩参加比赛 当年我刚打比赛 也不被人看了 可是后来全国总冠军 依然是我们的 而且不止一个 当年是当年 现在是现在 大哥 不试试看你永远不知道 这帮孩子有多强 全国总冠军 这次肯定是我们的 好吧 我暂且相信你 不说了 得送小孩回家 小孩啊 他终于承认了是不是 承认什么 上一回来挪威参加比赛 打死也不承认 他是你的女朋友 说什么 是我的普通朋友啊 不是女朋友啊 只是朋友啊 只是朋友啊 有完没完 挂了 小白 小白 回来了 有事吗 又要借钱啊 不借 夏月还你 没钱了 她过生日 做年车好吗 二十五年都要付她了 我来写就好了 没关系我都已经写完了 走吧 被蚊子咬了 不能让她知道我吃芒果过敏 被蚊子咬了 那我们现在 该走了 好 好 谢谢 这个 要我帮你吗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可以 我们 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你还想去哪儿 我 我没有 爷爷 爷爷 您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 有厂买啊 好好好 送过人家 本来就打算送的 不用你提醒 走了 爷爷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爷爷再见 再见 还没好吗 没有没有 我已经擦过药了 没事了 你可以把你的车钥匙给我看一眼吗 等一下 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生日都过这么久了 自己拿着玩吧 你生日当天我给你买的呀 而且生日过了 也可以再用嘛 我来吧 谢了 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这个是我根据你网上的名字配的 枪杠 对了 今天女生 带你去买礼物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了 客气什么 有了有了 安全带 我们去哪里买东西好呢 我们去哪里买东西好呢 我都可以 平时你都去哪儿 我很少有给人买礼物的机会 那 那你也没有给女生买过吗 我都说了我这个人很实际 一点都不懂得了 那你会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比如说去看个电影 或者是去吃个饭吗 自从我进入CTF这个圈子开始 我关心的 就仅仅只有团队的成绩 和如何让中国 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 拿到冠军而已 你已经很棒了 真的 你有自己的梦想 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不是 不要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啊 当然追逐荣誉很重要 比如你的战队 获得了比赛胜利 你可以把这份荣誉 跟你的战队兄弟们 一起分享 但是当比赛输掉的时候 或者你辛苦的时候 你肯定想找个人 倾诉一下吧 当第一当然很好 但是当第一也很辛苦吧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去当你那个倾听者 去陪伴你那些 不快乐的时光 到了 我平常反正都在这边买东西 买一些什么好呢 不用了 我教练很多这种电脑配件 不用再买了 很多电脑配件 你是计算机专业的 你要是不挑 我就自己选 我真的不用 我玩游戏完全不行 你给我买了是浪费钱 这些很简单的 你这么聪明 十分钟应该就适合你 那你买帮我学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可以学 天生 您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介绍介绍 这些都是最新的游戏 您需不需要试一下手感 不用 谢谢 好 这么多啊 来 这边 来 给我 给我一下 这是什么 乌龟 它跑得非常慢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猪 看起来很笨 实际上很精明 这是猪的难度 熊猫 我们国家的国宝 所以这是难度最高的 我这样游戏 会分成三大类 这样子你在玩的时候 就根据标签 可以知道它的难易程度 可是我玩游戏是短板啊 不懂就问我 给你找我的镜子 这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同言是猪 饿我吗 不饿我 渴吗 不渴 要买衣服吗 不用了 鞋呢 我有这些已经够了 我自己拿吧 我自己拿吧 你之前是怎么约会的 我没有想打探你隐私的意思 只是我不太懂 所以问你 我 你是我的初恋 我 儿子 借了 我明天去三亚风味集训 小时候回来 好 你多注意安全 航班号就不告诉你了 不用紧 每天晚上九点之后三点之前 你可以跟我联系 其他的时候 如果不是要紧的事的 那就暂时不要给我打电话 因为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训练 好 好好学习 我学习还挺好的 继续努力 我研究生的学科人都修完了 别再放假了 没什么努力的了 修完了也得继续学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学海乌鸦 需要我接后面那句吗 后面那句是什么 唯情诗案 那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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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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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这厦门口人还挺多的 其实 其实也不是我要抱了 就是 这个谈恋爱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明白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 你看那家地瓜汤 我们学校人都喜欢在那儿吃地瓜 味道 味道特别好吃 等我一见 去干嘛 多少钱 二十 二十 对不起啊 我都忘记你今天没吃饭呢 你买了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就每个都买了一点 你先挑挑 不喜欢的我带走就行了 我都喜欢 都能吃 吃 吃得玩吗 吃得玩 吃得玩 给我吧 还有游戏机 给我吧 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那我走了 再见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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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财了 没有啊 我今天开心劲儿想吃东西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 准备泡面吃了呢 今天郑辉说你哥来学校接你了 什么时候多了个哥啊 不是我哥来接我 不是你哥 新男朋友 你一起吃吧 都是他买的啊 你这可以啊 好处万年不开花 一开开满处的 这回来是谁啊 学温温爱死得快 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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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他送的啊 送我的生日礼物 可以啊 不过你又不玩 他送你这些干吗呀 你懂什么呀 他喜欢玩啊 只要他喜欢玩我就能学 我肯定也能会玩的 行行行 这句简单 适合你 赛车的 可以 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当然 我可是游戏专家 这 这两个相战的 我已经最喜欢玩了 是吗 这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标签啊 又熊猫又乌龟又小猪的 他给我标的 他说了让我按照顺序玩 可好了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你千万别拆了 要不我就不想 童年 我刚说行了 我让你别拆 行行行 你快还给我 童年 他帮我标的你别弄坏了 他帮你标的 我得按这个顺序 你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 你别弄了 讨厌 这是 还好你没弄坏 吃一点东西吧 好 要不要坐会儿 不用了 明天几点的飞机 晚上的 晚上 我下午三年有个训练 就没办法送你了 没关系 那你白天还有一个空档 可以再玩一会儿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好 现在都十点了 你待会儿还有工作吗 对啊 就两个电话会议 一个十点 一个十二点 那你睡觉一点了吧 对 嗯 差不多 好辛苦啊 那我真的走了 嗯 嗯 或者你待会儿开完会 可以告诉我 我肯定不会睡得那么早 我们办公可以 聊聊天啊什么的 要不 你和我一起去忙吧 你不是还变成代码要写吗 我开完会就可以来陪你了 好 好啊 拿上电脑 我们走 嗯 我查回资料 好啊 我查回资料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想问你 说 我看你 平时鞋带嘛 都喜欢戴这个耳机 但是房间也没有别人 你为什么还要戴这个呀 这是什么呀 听着好听吧 这个声音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好好思考 有意思吧 是 你点这里 可以加上细雨的声音 而这个呢 你仔细听 可以加上玉尔的铃铛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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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睡着了 我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刚才我去倒咖啡的时候 我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来趟三夜都没有出去玩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不委屈啊 一点都不委屈 其实我平时也是这样的 差不多 你跟我想的有一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 就是好 好还是不好呀 你说呀 是想回去睡觉呢 还是出去走走 我都可以 我听你的 俱乐部这帮孩子呢 也是第一次来到三一亚 我总不能把他们每天都安排在 网吧里训练吧 那我也不睡了 回去收拾收拾 去吧 这个给你放 那我放 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 拜拜 一会儿见啊 嗯 你不睡一会儿吗 嗯 嗯 我再做一个小软件 马上就好了 什么东西 现在不告诉你 哎 不许看啊 看了你们也不要吃什么 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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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搞啊 不敢去 真的啊 不敢够啊 听一下 今天早上的晨练 安排自主训练 不会吧 老大 你看看这里到处都是山路 还想让我们怎么训练 我们来三亚这么多天 天天就是训练 上课 打比赛 这里是度假的地方 我们一天都没休息过 你这样太不忍道了 逆水行舟不进则腿 你们不知道比赛和排名 也很残酷的吗 可是训练方法 不会只有一种啊 有的人适合苦练 是 快点橡皮筋绷得紧 也会断掉的 我们已经很累了 别说行不行 我怎么了 你们不累吗 九七 别这样跟我大说话 我怎么了 你不敢说我听你说 你们累吗 我以为你们累吗 九七啊 我还记得你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你很努力 迅速学会了做加固 抓漏洞 还用日志分析去测译 才获得了排名快速提升 可是我们这行不就应该这样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今天是自主训练 就是想让你们放松的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我又没有拿着绳子拴住你们 还有 我就问你 你还记得当年的热情吗 记得 老大 是我还不够努力 我应该更拼 放松去吧 走了 别不开心 走 走 别难过了 他们还是小孩子呢 不懂事 你有多大 坐会儿去吧 你 走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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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好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你都走 我先走了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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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走 你走 全部压住了的话 你就要再翻牌 你就要继续跟组 不过呢 这个软件计算的方式是 加上成顺 你这么辛苦不睡觉 就为了做一个游戏给我玩 这样 能看得懂吗 我正在努力听懂你说的话 这个不难吧 很简单啊 你只用概率的方式一看 就能明白 嗯 那不喜欢啊 这就是我花了两个晚上做的 我要腰 老大 你看九星不停地在腰 老大你滚滚他 九星别腰了 代表我们KK 你猫肠 老大 你怨好多 莉莉 我们跟他们一会儿去玩广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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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你看是不是很高啊韩晓妍 童年 你要是恐高咱们就别过去了 我不恐高啊 我可以啊 快点快点快点 不恐高啊 那你先封我电话 不要 刚才我们两个明明说好了 一起走嘛 过来呀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怕呀 如果你要是怕的话没关系 那我们就下山吧 开什么玩笑 我可怎么可能害怕 你还好吗 你还我们就在这边吗 不行 人家都说了 这是情人铁锁桥 如果情人在上面走过去的话 会通常眷属的 必须走 不不不不 不要封建迷信 他只是一座桥 也决定不了什么的 我们就留在这吧 我猜对了 我终于知道了 天怕地怕的韩晓妍怕什么了 他怕高 韩晓妍怕高 你扶着我的腰 我们慢慢走过去 闭上眼睛 真的 你回来 你往回跑得很快吗 你也没有害怕 回来 韩晓妍 你好 好 怎么不上车 有话说 我想要一件新的队服可以吗 跟这个牌子做配套 留作纪念 行吗 如果没有没关系的 你当我没说 你注意身体啊 不要总熬夜 多睡点觉 走了 走 拿回去洗洗 师傅 好嘞 拜拜 注意身体 我不想清醒 做好准备 深深呼吸 想要陪你爬到山顶 陪你看最美的夜景 想到你开心 一起走 一起走 大人也不会忧愁 牵着手 牵着手 带你去宇宙 带你去宇宙 偶游给你所有最好的 轻轻说声 I love you 一起走 一起走 帮你拥抱在怀中 牵着手 牵着手 我会陪陪你 我会陪到你拥抱 我会陪到你拥抱 时间定格 这一刻 静静对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晚上千万小心 不要再被人内傻了 童年 回来了 男人的衣服 男人的衣服 我 我又没说不是 你怎么把她衣服都给带回来了 她是不是把你骗去三叶 然后就 随便起来 你说什么呢 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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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一一间房 我一个人一间房 真的 真的 不行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 那个 你给姐姐老实交代啊 质子这个 多大了 二十九块三十了 三十这么老 不老 那 那你们在哪儿认识的 王八 王八 认识多久了 总之我们两个其实挺有缘分的 我们俩以前先是见过 但是不认识 后来我们俩在外地认识了 然后就稀里糊涂在一起 也不算 那就不能算在一起 总之后来又分手了 分手以后我们又见到了 在那儿又在一起了 在一起后来 因为我喝多了呢 又分手了 分手以后就现在 现在又在一起了 反正就是稀里糊涂 但是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呀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她 不不不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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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捋一下 你让我捋一下 你们俩先是稀里糊涂在一起了 然后又分手了 然后又在一起了 然后你喝醉了 你们俩又分手了 现在的话又在一起了 你 算是呀 你 你等下 这跟之前那是同一个人 你怎么能在同一个男人身上吊死呢 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 反复跟你分手 就说明就不重要是你 不是 不 之前不是她跟我分手的 就 反正不是她的问题 那你跟我说说她干吗的呀 什么都行 反正就别是那种 一天到晚没事干 抛在网吧的大叔就行 她是比我大 而且大很多 让开 让开 你怎么要下来收拾东西了 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不要吓动我东西哦 吃橘子 都吃都吃 咬咬咬 好吃吗 你